这个才是人间烟火器,让我们觉得还在人间 人也不是带宰的羔羊,不能总关在羊圈 其实人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干净 起码有百万亿的细菌住在我们身体里面 绝大多数都能和人和平共处几十年 治大国若喷小鲜,不要老拿上锅铲了十斤的翻 脚的鸡肺狗跳,人心不安 有些事情如果做错了,承认错误没那么难,也不丢脸 如果死不承认,那就意味着后面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 疫情之下,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但有的是天灾,有的是人祸 雪崩的时候,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些都是咎由自取,怨不着任何人 在面临灾难的时候,人人都露出来了真实的嘴脸 真正的灾难是人性的自私和贪婪 人间百态这一刻尽受眼底 家有余粮,生活无忧的人表现出来的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急 而那些生灵绝境,走投无路的人,开始抱怨,愤怒,厌恶身边的一切 也许你看到这里,觉得我是有所隐喻 是的,没错,麻烦你点个赞,我这就说出答案 我想说的是,静游新生,静随新转 这不是什么毛利鬼神的东西,玄之又玄 这些内容在老祖宗留下的经典里面说了无数遍 疫情,它和我们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都会过去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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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